走到這邊我相信大家已經開始很混亂了 所以我們先幫大家再拉回來一點點 就是說一開始我們現在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剛剛就是算出了一個 就是有一個C C是什麼呢 C的算法就是利用 它的這個W W是相關矩陣 然後轉字做出來了 會得到這個C 好那這C呢 我們把它對角化 就把它對角化之後會得到這個 而且對角化之後呢 我V選它是一個腰正對角化 就是說 V它的特性就是直行 跟這個橫的呢 這兩個直行內積都是0 好 那我們現在 做到這樣子之後 我們前面前解說 其實這個東西 重點就是C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分成這三部分 這個C呢 你可以看這三個竟然會完全相等 好 好那我們現在想要講的就是說 原本我們 其實就是你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是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坐標變換 我們只是換坐標 原本我們度量一個麵的 一個拉麵店的好壞 我們用什麼呢 用它的麵的分數 好那這三個分量呢 就是說 我們現在以這個 以這三個為走的時候呢 我們會 就是會看出另外它三個分數 好 那重點就是怎樣呢 對 重點就是說 以這 我們 你當然可以換成另外三個坐標來看 那重點 在這三個坐標來看的時候呢 我們會發覺 第一個坐標的影響力 實際上是最大 第二個是其次 第三個是更其次 所以就是說原本這三個坐標走 誰的影響 SYZ的影響 我們看不出來 但是在這一個呢 新的這個坐標轉換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 欸這個相關的關係呢 在怎樣 在新坐標裡面的X走的影響會最大 好那怎麼去算出新的X走的坐標呢 其實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坐標變換嘛 就是原本的坐標乘上這個坐標變換矩陣 坐標變換矩陣就是V的這個轉字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樣 我們就可以把原本的轉換成這個新坐標 所以像剛剛這個0.71 0.83 0.83 1.42 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說你把這個點 這個點 先乘上這個 那就可以轉換出來一個這個新坐標 好 最主要的精神在這邊 所以喔 這裡就是說 把原本這個三圍的點換一個坐標 變成這個東西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不想要看三圍 我們想要看二圍 我們就降 我們就降尾 降尾就是立三不要看 我們以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構成是一個新的平面 好 所以像這個圖就是怎樣呢 這個圖就是利用前兩個這個坐標畫出來的 所以A點呢 就會位在0.74跟0.83 好 那今天我們看出來1點 1點就在這裡 就是這個是1.55跟1.09 這是1點的坐標 好 所以看這個數據的話呢 就比較簡單 甚至你可以怎樣 只看1圍 只看1圍 只看1圍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 其實怎樣 拉面電1 它事實上是最好的 分數最高 拉面電J 它是第二好的 好 所以 就是 你要去想的 就是說 原本它的圍度很多 我們透過這種組成分分析呢 我們就可以降尾 而且可以保證的就是怎樣 就是說這個的 這個東西跟原本的那個資訊呢 其實會差不多 好 因為怎樣 因為重點就是 我只看這兩個圍度呢 原本 原本這三個 三個lambda值加起來是3 但是我看前面兩個圍度 它的lambda值已經2.4了 所以它組成分貢獻度已經0.8 所以只看這兩個圍度 它的貢獻度 就大概是怎樣 大概是原本八成的那個資訊量 好 所以我們轉換坐標 第一個轉換坐標的時候呢 資訊量不變 好 但是呢 在轉換坐標裡面 我們就可以區分出怎樣 哪些是主要坐標 哪些是次要坐標 那次次要坐標 我們把它省略之後呢 我們雖然資訊量會下降 可是我們會讓東西變得比較清楚 但是我們又去 又可以確定怎樣 欸 下降的東西 沒有太多 好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你去看原本的 你說 我不要看料的 你不看料的話 這個影響就會很大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不看這個Z3呢 欸 它這個影響其實就會 比較小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主成分分析 最神奇的部分 好 回顧重點 第一個就是 我們把它 那個 透過適當的一個標準化 算出 這個 換出 它的 相關矩陣 相關矩陣對角化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分解 好 那分解之後呢 我們分成三個 先分成三個 可是把小的捨去 它就會留下這個 主成分的部分 好 那關於這個C呢 對 關於這個C呢 它寫成VDVT 寫成VDVT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其實我們要再做一件事情 這是接下來要講的 SVD分解的事情 好 這裡就是想要談的就是說 欸 那這個東西W呢 是不是你可以把它 就是我們接下來 我們後面要想要談 就是W 跟WT呢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這種東西 這個根 這邊實際上是有點有趣啦 就是說 像我們之前在談 對角化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是一個方正 好 像現在W呢 它是一個什麼 它不是一個方正 但是我們 一樣就想要把它做一個 類似這種分解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SVD分解 那這個就是 下解在談的事情 好 那這解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我們可以 那今天如果是對稱矩陣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分解 我們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